外送员来到饮料店外要拿餐 突然后头一名黑衣男子 拿着武器就朝他的头部攻击 甚至都打断了还不罢休 目击民众连忙上前要阻止 但他真的好气 边灰还边碎碎念 在场民众外送员看傻眼 就在新竹香山的大庄路上 14号下午2点多 黑衣男子开着小车车就像这样 聆听在黄网线上 因为他要去隔壁买便当 外送员停车要拿餐 就不偏不已也停在他的后方 双方爆发口角 再加上驾驶看到他拿手机拍照 似乎因此引发怒火 只是为了停车问题 就这样大动肝火 还拿出高尔夫球杆打人 但仔细看 当时打人的真性驾驶 临庭的位置是在国小的后门 地上都画了黄网线 也就是禁止停车 贪衣食方便 围停在先 偏偏外送员 似乎口气差了点 才会引发这一连串事件 本首于16日9点30分将嫌犯查期到案 拳难以刑法伤害罪 报警清楚地方法院侦办 是贺外送员因为 遭高尔夫球杆打伤 报警提告警方也 寻线把人逮了回来 附近有校区 店家多 车流也相较多了些 但停车位难找 不少人为了一时方便 只是停一下下而已 结果这回随意围停 还爆发殴打冲突 TVBS新闻 陈世明歇伦新主采访报道